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5月19日 兜国杯斯组形势浅识 北马其顿陪太子读书 在没有查阅资料之前 如果有哪个人能够清楚讲出 北马其顿这个国家在哪里 在哪个国家隔离 在地图中精准感指出来 我一定十分敬佩他 言归正传 北马其顿之所以有机会获得参赛资格 主要原因受益于欧国杯的国军 最终球队在欧国外附加赛中 连续击败科索玉 同格鲁吉娅 历史胜杀入到决赛周 讲真 虽然北马其顿创造了历史 但不好对他们今次旅途抱有太大的希望 毕竟球队除了未在欧国杯 世界杯的决赛周中露过面之外 振荣可以说是所有欧国杯参赛队伍最弱的 所以想拼出优异的成绩 又谈何容易 在出线机会微乎其微的情况下 首次决赛周之旅 北马其顿唯有以下两点可以期待 第一是老当益壮的彭迪夫 游商里究竟还有多少游 用怎样的成绩单为国家队拙唱或尚完美句号 第二是特拉科斯基 同身星艾列艾马斯的表现 特拉科斯基之前在世欧外中 曾贡献过三个波 他能否扮演彭迪夫身边的大都市围 至于艾列艾马斯 就需要多职类大赛经验来提升自身实力 与此同时 年仅21岁的他 好可能成为北马其顿未来的领军人物 我们是安过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纳之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